哈喽,大家好,我是肖关,这是本人QQ,欢迎支持前六个 这节课的课程是改框架免杀 用到的是这个不到叫什么的石的版本 我们看一下,这个就是它的编译工程 代码都在这里 主要代码也就这么一些,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头文件 然后我们创建一个 先给它改成NFC格式,然后这里的话我选择用静态的 这里全部复制,复制,复制 好,给它换到这里 在这 这是一个头,然后到这里把这个复制一下 它是一个调用 把头文件复制给它 嗯 就这个 就 这一个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 这个,还有这个 这三个,这三个头文件 这三个头文件 好,没事 就这三个 头文件 OK 然后我给它换一下 换一下,完成这个 换成这个 改到AMC工程 Dumbug模式 给它改过来 好 逐渐 改完之后呢 它这个Dumbug是用于调试的 它是比较大的 绝对是防上传免杀的 然后如果你给它换成这个Ring 它就属于公开模式 体积会小很多 但是免杀就不一定了 改成这样之后 然后我们把这个原本的 这个给它递掉 复制这些东西 给它剪切过来 这些一些解密啊 还有一些调用函数 到这里 拖到最下面 然后复制这个 去找个文昧工程 我妹 八一 八一 这些东西 然后烧一下 好了 换了一个位置跟工程 它就直接就免杀了 这种方法呢 我建议你们尝用 这种方法呢 看一下它有没有上传 没上传再扫一遍 或者给它换个名字 一二三四五 然后再扫 好 好 肯定上传这一次 然后我们保存 到桌面 确定 好 看一下 它现在在鉴定 我们看一下一般事 但是就直接面杀了 就直接面杀了 我们就看一下效果 然后本节课程就差不多这么点内容 它不妨上传 那我就给它换一下 在这里添加个区段 NMC 这些组件 这些组件 这个就没用 再扫一下 还是免杀的 然后我生成出来 给它并改名 换一下名字 然后生成 所以一二二 好 OK 就这样子 然后我接着给它扫 它在鉴定 等一下看效果 这叫静泰 数据库 静泰的开了不了 可以的话 我们就不要了 就这样子 如果不行的话 就给它换成共享的 不行 那我给它换成共享的 主要就是一种 主要就是一种 明着 玩的方式 我再给它生成一个 再坚定 再坚定 没办法 只能是这个样子 或者你们再给它换一个NFC工程 就能免杀 主要特众马杀的位置 这应该是这些解密加密的位置 这里 好 本节课程呢 就这么点内容